大家好,歡迎收看伊食住行 我是阿伊 今天來和大家逛八仙嶺 我們稍後會由山寮路走到入口 再由順陽峰南直上去八仙嶺 最後我們會繞一個圈 又在山寮落回來 我們現在出發去入口 我們現在到入口了 我們稍後就從這裡爬上去 好像可以隔熱的感覺 但輪胎又不大 我們現在就起行了 一開始就要有少少的攀爬 其實這段路不是太多人爬 所以如果真的要走就要小心 因為最近沒有下雨 泥比較滑和乾 所以爬上去都不小心 而且一開始都很斜 因為這條路一直遠 直上去高桂町 雖然比較斜 但其實很快 爬上去二幾三十米 其實那條路都很明確 一直沿著上去就是 就是這樣 那我可能把聲音 今天有點耳朵 因為剛剛病完 好 我們就繼續走 看上去就是 頭的位置很斜 這個位置就這樣走上來 其實跟普通行山徑差不多 對比九牙嶺 這個比較容易走的 其實就是比較多 其實就是比較小 是不難走的 頭段啊 但頭段就不知道 一路呢 開始都是麥林 再上一些就會出去了沒有遮擋的地方 開頭是有一點吃力的 因為剛剛定完 所以都有點囂張 今天就叫做比較清涼 20度左右 下午可能熱點 25-6度 我今天就算是輕裝 帶了兩瓶水 然後就沒有了 帶了一條涼涼巴 我想到足夠 因為這段路大約8K 走4-5個小時 視乎他待會休息多久 可能時間不同 可能會有一點 但我們就會在黃昏日落前下山 其實除了開頭要爬之外 現在上雪都輕鬆 路都蠻舒服 我們現在就走到比較開陽的地方 開始就沒有暑音了 準備要報光了 什麼東西 會做了10個小時 我已經攻心了 沿路有很多的林樹 大家就看頭 或是看腳 很容易被踢 很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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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塗上 我想不用半小時 要上去的位置 會全滑 全滑 全滑 這件衣服你會很適合 待會你的肚子 很適合 我又很害怕 走一點 走一點 慢慢 很害怕 很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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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有一隻黑色 很大隻 很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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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的路 真的蠻舒服 一路走一路 聽著風聲 又不太適合 去蜜林位 好適合 走到開陽路段 看完整個大報警 右邊的就是觀音像 左邊這邊 就是主壩 樹灣潭水湖 剛剛我們就是這裏上來 好適合 路段 開始斜了 開始有點難度 走幾步都要喘你了 而且位置真的很碎 很滑 我們已經走了一大半 其實很快就到頂了 不過是要爬在上面的一個位置 後面就可以看完整個景 其實這個位置是超開陽超美的 今天天氣非常好 超清 你們現在就可以看到 功能是否有 它的波度都有三十多度 這樣走上去 我們的團友 我就繼續走 它斜坡就斜坡 不過它還好是石頭 不過也有些底部 就不是全碎石 如果是全碎石 就比較難搞 好 這裡 走右邊 左邊就比較難搞 現在的單手踏上去 差不多到了 這個位置 想看到剛才爬上來的車道 可能鏡頭看不太斜 但是 那邊是幾台車的 到36度 到46度 很漂亮的景觀 整個旋彎探水都看了 差不多到了 我背後就是常陽峰的頂 上面也看到一些人 我們就走了 一個小時左右 差不多到頂了 應該大約 還差 百多二百米 那就到了 你可以看到下面的斜度 都斜的 但是就不是說很難爬 只要你手腳並用 慢慢來就可以了 其實 有行慣山的 其實也不是太難 伸手就可能會比較難 因為石頭比較滑 那就要小心 那我就繼續 差一點點到頂了 今天也很好天 不過上到這些 沒有遮探 就好了 辣身 一個人 我們到達了 最後一個 攀爬地點 這裡一爬完 就可以上到頂了 這一段 就比較難 在這段 整段的旅程之中 好了 我們 這裡一邊 攀上去 就可以上到石頭頂了 看上去就好像很難 但是其實 慢慢手腳並用 就可以爬到上去 這裡 其實有點像九牙嶺 不過就矮過九牙嶺 而且 應該是容易爬過九牙嶺 因為我看到 石頭頂都比較明確 而且 沒有那麼鮮 這些位置 向上攀了 好 那我就走 走 有些位置都比較滑 那我就單手 好了 好 剛剛 就因為太斜了 一定要用雙手爬 所以就不可以插機了 過了一段 那現在就好一點了 路 就這樣走也可以 是有些線 我們一路沿著 就可以到頂了 很累啊 先休息一下 應該不是差不多 只有100米左右 就到頂了 前面那些都差不多 這裡是垂直 都有70多度 幸好是 有些食街 全泥路就糟糕了 實線死了 我上到這個位置 那我最右手邊呢 就是仙古風 上完這段斜路 路頂了 那呢 可以說一下 剛才 攀爬 其實呢 只有2至3個位 是 手腳並用的 因為那些 級太大級 一定要爬上去 要不然呢 就可以 就這樣 兩隻腳走就可以 就好似現在 這些 就這樣 不用那麼少 也能走上去 上到這個景 就可以看完整個新界東 大埔 科學園 馬安山 遠望到西貢那邊的山 那我就走上去 上去就可以 沿著 圍津經 那我們呢 就決定走去 黃嶺那邊 就在那邊的山頭 就走到那邊下山的 沿著黃嶺的山脊 就回到山領那邊 那我們就繼續走 出發 可能你們會問 為什麼我拍到 前面都是沒有人的 只有我自己一個 那我可以告訴你 因為我走得很慢 他們走得太快了 全部走上去 只有我自己一個走 還有 我一向 行山上山都是特別慢的 不知為什麼 所以 有時你見我拍片 為什麼只有我一個人 就這樣他們已經走完 在前面等我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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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頂了 水上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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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順陽峰 大家如果想走 白絲頂呢 其實有另一條路線 我們剛才 就在順陽峰南脊 這條上來 其實輕鬆一點 就可以走 衛逆順的 那就是從大尾督那裡 上來 走不斜頂 加進境 不是啊 阿姨 有嗎 哈哈 我們上到來 可以遠望到 深圳 對面是大陸 遠一點就可以看到 馬雀 那邊就是馬雀嶺 可以去連馬坑那邊 我們一會兒就沿著這條 慧逆順勁 走到前面 黃嶺 那 沿路呢 都很輕鬆的 就不用再有什麼大攀爬了 那今天的景色 真漂亮 很多山裙都看到了 是有點煙霞 好啦 我們就休息一輪 拍了一輪照 那現在呢 就向黃嶺方向進發了 那我們預計這裏呢 走到 五點左右就可以下山了 看到五點了 umas 不會 有一點煙霞 就是彎蹄 外花 操雙霞 是彎蹄 為什麼要冷 是彎蹄 知道去燈 她聲音用了阿威 是的 是阿威 就是阿威 有聲音就是 今天呢 都很多人走 連路維持住也會有人 因為可能是八仙嶺交流境 輕鬆的關係 但剛才我們走的 純陽峰藍隻 就一個人都沒有 那裡應該是比較少人知 和少人走的路徑 因為都有一定的難度 我們現在就繼續走 就上一個應該叫做 路壁山的山頂 我讀錯名 或者說錯名 可以告訴我 有沒有經常性厚悟 說錯的地方 荒草的桂枝 整個山頭都是 很漂亮 超高的 芒草 喜歡打卡拍照的朋友 可以來這裡 不一定要去大東山 現在呢 八仙嶺都好多 有一個打卡的位置 可以拿來打卡 拍出去就是 通路港 馬鞍山 和草灣塔西湖 走到分叉路了 左邊就是黃嶺 我們差不多到 現在 差不多三點半 走到黃嶺 下山了 差不多五點多 在入黑之前 就下山了 走這條 類似捷徑的小路 好 走這些 就好走過 走過 起好那些 石級路的 因為我就不太喜歡 走那些石級路的 那些走路 反而更累 更不舒服 反而走這些 我覺得好很多 起碼腳和膝蓋 不太累 先看看 這裡的路都很漂亮 一大城 上到這個山仔 很多密麻麻的芒草 很漂亮 沿路全部左右都是 前面就是黃嶺 看到這條標據處 我們的旅程 差不多去到 尾段 經過幾個山道 終於都到黃嶺了 好 我們現在就下山了 這裡寫著 此路不通 我們過了此路不通的牌 但是呢 沿著這裏的山植 就走回到 潘嶺像旁邊的山植 下去下面 這裏山植位 其實也有點危險 因為條路很窄 兩邊呢 就已經是山坡來的了 所以走的時候 小心點 要不然 一線就滑下去了 真的 讓大家看看兩邊 都有一定的靈性 儘量慢慢走 但是呢 到這裡呢 景觀就非常開陽 又是看了整個新界東 好了 我們繼續走走 我都要慢慢下 因為真的 幾碎 一些石 和沙都幾滑 要慢慢細細 慢慢下 波度都幾斜 走前一點 那裏呢 那裏有個小山丘 那裏呢 拍照是一樓的 可以拍攝整個後面 吐露港 看上去好像很危險 但其實那裏都很闊 可以站三個人 那裏呢 我們剛才就由黃嶺 一路沿著這條山植 走到這裏呢 剛剛呢 就來到這個小山丘 那現在就要走下山了 那這裏呢 就比剛才 我們 爬纜 中斜 這裏下山 這裏起碼有 70度 80度 要滑下去了 好了我們繼續走 那這裏我不拍片 因為我都要慢慢滑下去 它們走得超快 已經滑下去了 幾斜 真的要兩隻手抓住石頭 因為真的很容易滑下去 剛剛呢 就上面 滑下去 真的滑下去 那裏完全沒有石頭 可以用腳趾 就是這樣滑下去 只要狗膽就可以了 不過 一定要戴手套 如果逃手呢 可以戒損 我們一路沿路下山 這條路呢 都是保持著落斜的 全程 沒有任何在上山的 沿路順著斜路 一路沿路 一路沿路 那條斜路也會滑 我穿這雙鞋 都滑了幾次 真的太乾了 地下真的 還有 這裏不太多人走 應該 所以 很多枯葉 枯草 在地下 就更加滑 而且這裏有點像 爆林的感覺 我想這裏大約走多 九個字左右 就下去 山的 不過真的 步步為營 現在 差點進線 低了 另外 兩邊的樹都很滑 我都被它介選了幾次 不過前面的螢幕也很美 我們走了大約半個小時 這些蜜林路 有鮮 有車 現在看到 觀音醬的頭頂 已經開始日落了 所以我們也要快下山 也不是差很遠 還差 水積 應該 一百米左右 很快就下山 我想走多四個字 就到了 不過這些路 真的是 超線 看見 可能我穿不適合鞋 或者這雙鞋太舊 所以膠底 不扭地 已經滑了幾下 而且不停地 急斜落 它又沒有太多石 讓你用腳踩 全部都是 滑的細沙 很容易 一踩就滑進去 坐在那裡 沿途是這樣 停爆林 我們下來 一個比較開陽的位置 就看到我們剛才 南脊那裡 上去 順陽峰 整條山直的 路線 形狀 好 那我們繼續爆林 爆到 有點懷疑人生 我們重建光明 看到馬路 看到屋邨 看到我們剛才對面 那個位置 那個山直起點 一直沿著這裏上去 上路頂 再由這邊 一路 裝上去 那我們就應該在 拱壁山村 那頭 下回去 或者去山寮 看看最後 走到哪裏 如果各位朋友 真的看完我的影片 想來走 千萬要記得 走黃嶺落 一定要穿長褲 一定要戴手套 要不然 就很難搞 因為真的 這裡是不停地 由山頂 黃嶺山頂 一路爆林 爆到下來 山腳都還是要爆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 做長褲 要不然 損了 整隻腳 花了 男士也好些 女士就 不漂亮 花了就 還有 如果不想黃嶺落 大家可以走回 上到純陽峰頂 可以走回右手邊 到仙嶺峰方向 到仙嶺峰方向 走回到大尾督 那條便會容易走 這條便會比較難走 這條便會比較難走 下山了 現在正在下山 所以我還要繼續走 不趕著 下山再見 好了 終於到 下山了 剛剛我們就在這條 這條樓梯 上山的下山 好 今天的純陽峰藍隻 到這裏了 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 拜拜 如果你喜歡 訂閱 和分享 下山 下山